好,各位,今天就來到這個華人埠 洛杉磯的華人埠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上次就拍過一些 現在在疫情之下 或者疫情之後 或者是現在這個通脹 有些人叫滯脹 美國現在通脹是接近9% 今年的情況之下 看看那些人怎樣生 或者看看那個市場是怎樣的 我們上次就拍過 拍過一些主流的商場 都挺慘淡 現在我們來到華人區 就看看這些商場 華人區很多這些商場 那些幾層高 洛杉磯的幾層高的商場 有很多其實大概20多年前 就起落了 因為這個區通常都是 比較舊一點 這個就是華人聚居的Montree Park 看看這些商場 現在裡面是怎樣的 我們帶大家進去看看 現在進到這些商場 其實就有點像香港的屋邨商場 看到有零星一幾間餐館 這裡是獨棄的 有很多都收拾了 其實人流就慘淡 這麼嚴重 下面應該是有些特別事 看看待會兒去看看 你看這些是吃這個 日式沙布沙布 全部收拾 全部收拾了 一邊走過去 全部收拾了 真的全部收拾了 完全沒有 好 上到商場的頂樓 看看這裡的情況 這裡有一間茶樓 由於疫情期間 他們都放了桌子出來 不過今天是星期六 是完全沒有人 這裡對出的也是沒有店 這裡本來是吃火鍋 火鍋的自助餐 收拾了 對面Honey Pig 是吃韓國燒烤 收拾了 現在整層就是被這間酒樓玩完 所以桌子都放到四處 但是沒有人 這一種商場 都幾次以前 剛才也說 幾次以前香港的屋邨商場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裡面本身沒有冷氣 全部是靠通風 是靠這些通風口 你看看 由於商場沒有太多人租 所以其實電梯都停了 現在來到地牢 地牢反而多些人租 但是不是做生意 是做學校 地牢是中文學校 這個就是 英文語言學校 學英文 兩邊都是 學日文 這裏反而真是多人租 那些人租 很大的舖位來做補習 學校那些 多人租 這裏呢 就 教跳舞 又被人租 因為星期六 所以那些人有個跳舞 這裏是教育學院補習 這裏是教跳舞 這裏是教跳舞 好 那可能剛才那些聲音 為何有這麼多音樂 可能是否跳舞呢 在教跳舞 哦 上回這裏 一點點 就 又是 撿光了 這一邊也撿光了 這裏 EXE GAME 這些是網巴 網巴撿光了 疫情之後網巴開不了 這裏 波巴奶茶倒閉了 哦 剛才為何不吵 就是因為這裏有間卡拉OK 地爐有間卡拉OK 卡拉OK就開了 好像也有人在唱歌 但其他旁邊的店舖都倒閉了 其實這些商場 在洛杉磯現在有很多 這些華人的商場 尤其是 疫情之下 就更加 令到他們沒落得更加快 曾經都叫做風光過的 二十年前 風光過 這一個區 和唐人街 就更多 唐人街這個China Town 就更多 這些 沒落商場 十七九空 你看這裏本來應該有警衛站光都沒有 本來應該有扶手電梯都沒有開 現在這個高通脹的情況之下 很多餐館都變相加價 或者是坐地起價 這樣呢 是不是真的將成本轉價消費者呢 還是其實真的借過藉口加價呢 現在我們走來這個洛杉磯 這個華人區那裏 看看現在這些餐館 現在呢 還有室外的 就是因為疫情呢 他們整了一些帳篷 這樣放在室外 那帳篷後面其實就是一些餐桌椅來的 就放了一些餐桌 這樣在那裏吃飯 其實就是很多 在那裏吃飯 把水馬放在那裏 就是這樣吃了 好有大排檔風味 廚房不是輸過嗎 整片辣椒都放了 不是呀 辣椒也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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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呢 有回客室的Miss Ho 還有有 亨利 原來這麼容易中亨利 還有大師 你好 現在呢 個個都在說通脹 我們剛才拍過的商場 現在都是十七九空 我們來到餐館 現在這裏還有一些室外的堂食 我們這裏有一位家庭主婦 就是Miss Ho 主要我想問一下她 現在個個都在說通脹 那些東西貴了很多 剛剛出爐 拜登的支持度 現在只剩下三十六個巴仙 就是跟特朗普最低的時候的三十三個巴仙 差不多 我們現在出來吃飯 其實你作為美國的 一份子 你都要煮飯 你都是一個職業女性 Miss Ho 現在對你的生活影響有多大 今年的通脹率就接近九個巴仙 事實官方公佈九個巴仙 你覺得 你平時買東西買送出街吃飯 其實是否貴了九個巴仙 還是不止呢 我覺得看你買甚麼 但如果肉類 我就覺得價格很厲害 但我自己本身 我會選擇一些比較大小小小 又不是很大的部份 例如S&F那些部份 我就會買那些 因為我人不多 我就不會去Costco買這麼大的 我就會買一些 例如一匹 我會減到一半 一半就金餐頂 一半就買的 所以我會集中買多一點 一次過 因為你大的話 你的價錢會便宜一點 而且貴起來 如果你獨立包裝 小小的你會貴一點 還有你 老實說 如果你雪櫃 還有你家地方容許 你就買多一點 一次過放下去 這樣就好過你 因為現在價錢又貴 好過我走幾轉 這瓶東西都很貴 時拉差 是嗎 是啊 去到六個多人錢 有人放上網 以前是一個多兩元而已 還有 時拉情況 我們去看看 譬如每逢星期二 星期三 有些市場會上售 那就走一轉 真是精明的消費者 即是看著QPON 或者看著什麼特價 就買什麼 還有我本身 我去一間外國人的市場 可能我經常去 一個月會有一堆 免費送沙律醬 又買雞蛋又不知便宜多少 然後又買牛油果 因為我喜歡吃牛油果 我趁那段時間就入貨 因為我晚上吃沙律醬 沙律醬我又不用錢了 其實QPON也很重要 我覺得 即是你積小成多 有你QPON 又有雞蛋 山大斬馬油柴 真的 還有你 最好一次過去 即是在那段時間 譬如你去一個地方 有幾個市場在附近 你就最好 就不要分開幾個地方去 出街吃飯呢 出街吃飯 你是不是覺得貴了很多 是啊 舉個例子我們今晚 我們剛才吃了這個 口水雞 吃完了 口水雞 還有幾道家常小菜 招絲腐熱冬菜 蝦仁炒蛋 還有另一道肉脂豆腐 其實基本上我剛才看的餐牌 都貴了很多 15元一碟 15元一碟 以前呢 以前 我想以前一碟小菜 都是12至13元 我覺得平均貴2至3元 貴了2至3元 意思就是說 20% 20幾個巴仙 即貴了四分一 即是這麼說 即並不是官方公佈的 接近9% 那麼少 楊毛出自人身上 如果你這樣加價的話 你的支線便會少些 就這麼簡單 譬如 你一次給少了2元 那也是這樣 但可以計算 OK 會不會少了出街吃飯 大師在這 大師每天要上班 都是很忙的人 或者亨利 亨利 每天都鑽研馬經 都很忙的 那麼 那麼 你們都通常 沒什麼時間煮飯 那麼 那麼 出街吃飯 會不會少了 還是現在 應對這個 通脹的問題 會多些在家裡煮飯 即是會 或者用阿密蘇的方法 省得省 做多些QPON 或者去一些比較 那幾個特價店 對 對 不去傳統的超市 會不會這樣做 其實都是在家裡吃飯比較多 家裡吃飯比較多 除非你說同朋友出去 就在外面吃 嗯 但一般來說 家裡煮的 都是在家裡吃 因為雖然是貴了 但都可能 都是會便宜過在外面吃 嗯 是 這東西已經不存在 我前天上 你錢已經去到人欲無求 沒有了 對 差不多 你是在家裡喝水 還是喝什麼 還是 水還沒得喝 水也沒得喝 唉 這樣 那香港人幸福一點 有東江水喝 我們水也沒得喝 那 你覺得今天 譬如說 今天雖然你說 那些餐牌來說 那些東西就貴了 貴了大概 兩三元 兩三元 大概20%左右 那碟頭方面有沒有小了呢 其實沒有 沒有 其實分量應該沒有 分量就沒有 你應該要看個別餐廳 嗯 有些可能會縮小分量 OK 加價兼加價才縮小分量 是 是 所以是不是要看餐廳 其實我反而有個問題 就是 你寧願它不加價 鐵頭小了 還是寧願 鐵頭一樣 就加了一點 那大家會覺得怎樣看法呢 反而 對 因為有些餐廳 我所知道早餐 價錢是一樣的 但它可能 分量少了 少了 以前是雙蛋 現在是單蛋 對 雙蛋 即是雙蛋 即是沒有多個通粉 但價錢是一樣的 那就會看你的情況 嗯 會不會有些以前包飲飲 現在又不包飲飲 類似的 現在都有包飲 都有包 對 我聽說現在沒飄 就沒有以前不停飄飲 有些是一次而已 對 香港的朋友 大家知道 在L.A.是很過癮的 我們是免費添飲的 香港只有麥當勞 麥當勞 所以 L.A.的朋友 就被人中慣了 給餐館 其實 只有L.A.有 我上到三藩市 都沒有免費添飲的 是嗎 是的 因為我最近有朋友 在香港過來 他就說 如果香港添飲 好像加20元一杯飲 但他的杯是小 比我們這裡一個半 對 你計算 還要加20元 即是這裡差不多3元美金 對 3元我們單單一杯都可以 對 對 其實是這樣的 對 我又覺得好像不太實 但其實老實說 我又覺得 如果review多一次 都合理 其實很多人review多兩三次 有時都是浪費 未必能喝完 嗯 問題又來了 他怎麼記得 誰review了多少次 其實 你做股客那些 你很多時候 你叫他加加加加加加 其實就算我的朋友 加了兩次之後 那杯飲料可能喝了很少 就是第三杯 那你又是真的浪費了 那如果兩杯剛剛好 有些人 有慣性就是這樣做 叫人review之後 然後又問人拿一隻 to go 拿一隻外賣杯 倒下去拿回家喝 現在我知道這一間的做法 這一間的做法 這一間的做法 不開名 就是他幫你免費添飲 但是你一拿外賣杯 即刻收入一元 很多年前 某一間 我不說哪一間 他就盜絕你又吃又拿 好 我試過 我是趕著走 我是review了一次 是凍飲 我就拿一套高官 他收我兩個科目 即是五十先 已經是四門了 所以我覺得不出奇 好 因為其實我也對 因為他主要是給你頭吃 你想想如果你買外賣的 你買杯飲料 他也是給你一杯 他不會給你兩杯 你現在拿到他 是不是覺得 好像生日下 又喝又吃 又吃又拿 是的 不過我覺得他 因為我覺得 跪了一點 五十先 他真的不想你這樣做 所以那些是懲罰性收費 是的 所以現在這些餐館 都各司各法 有些選擇加價 有些選擇縮水 有些選擇其他東西 以前我們有的東西 舉個例子是免費 有些餐館更加選擇倒閉 接賣的 是的 在這個通脹之下 看看 通脹都是一個 怎樣說呢 都是一個必經階段 其實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加息 然後再跟著 經濟陷入衰退的話 又通脹又加息又陷入衰退 那就變了滞漲通縮 希望不要踏入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通脹加了 你人工有沒有加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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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譬如 如果你 一小時 你多加兩元一個小時 這樣 這樣也可能是OK的 OK 你要看回原因 就是因為通脹的根源 都是疫情 疫情 它令到很多東西都顛倒了 那個程序顛倒了 所以那些東西才貴了 就是因為沒有人做事等等 你剛才問到這個問題 你說人工有沒有加到呢 我告訴你 我剛剛看到 紅貓快餐 請人不需要經驗 收銀 在那裡筆東西 都二十元個小時 現在 所以你說有沒有加到呢 某些工種是有加得很厲害的 舉個例 貨櫃車司機 運貨的司機 運貨的貨櫃車司機 他們加了很多 因為沒有人做事 不夠人做事 物以罕為貴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為何我們今天吃東西會貴了呢 就是因為很多東西都轉嫁給消費者 所以 當然 一般打工仔 加薪幅度不會那麼高 但跟疫情有關的 那些 你現在找不到人做的 是要加的 現在不是說 現在不是說 經常都說 周圍請不到人 周圍請不到人的原因 不是因為請不到人 是你出不起錢請人 簡單來說 是嗎 所以 是啊 所以就是這樣 叫做有錢使得鬼推磨 其實 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消費者受還是不受呢 不受的話 就要接收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今天也謝謝米蘇很寶貴的意見 我們知道 做一個精明的司拉 美國司拉 是怎樣 可以在這個高通脹 疫境下生存 或者這個疫情下生存 是吧 作出 生活上作出少少的調整 購物方面 大家就 想 就是想想 看看 有些 有些什麼特價 或者做什麼 精明的消費者 少些出街吃飯等等 等等 那就分享著這麼多 下次再跟大家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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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